她突然间说 阿威亚我跟你说 万一是坏的肿瘤 就不要理我了 那时候我就开始要流眼泪了 因为她第一次跟我讲 这么语重心肠的话 一检查她说肚子 肠子有长一颗像棒球这么大 可是等要开刀的时候 开七个小时 出来是一桶 原来全部都被其他肠子盖住了 因为见到他们两个都在斗嘴 可是爸爸一走 我妈妈刚开始就对了空气 还有墙壁开始骂爸爸 你好狠 从年轻就欺负我到老 现在还放着我自己走 就一直骂一直骂 抱怨你丢下我一个人 对 但是我妈妈看到我的时候 会跟我讲 为什么你们都梦到爸爸 我都梦不到 爱记得当初的自己吗 想说的话有多少人听得懂呢 照顾的漫漫长路上 先来一杯 我们再聊 我们再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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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Invincible Where Has Your Heart Come Undone What Haven't You Known All Along I Guess I Am Clumsy With Words I Guess I Am Easily Heard Maybe We're Only Human And If It's Not Easy Don't Give Up On Me Could You Risk Your World In My Head 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今天要带来的照顾者人生故事 我要先从唱歌开始 如果让我遇见你 而你真当年轻 用最真的 就用最真的心 还你最真的情 这样你知道这里是人吗 方继伟 我们欢迎继伟 阿尔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方继伟 我们现场真的有来宾 掌声不错可以再来一次吗 好开心哦 疫情期间有千万人可以当粉丝 也是觉得很快乐 认识继伟很长很长的时间 君中情人应该是跟着你一辈子的头衔 but我刚刚换算了一下 我想想 继维其实一辈子到现在 在演艺圈里面演戏的时间 应该远远超过当歌手的时间 其实我是最排斥演戏的 以前在学校 念书一定用墨写嘛 那突然间要变成在生活里面 讲话 然后有表情 有情绪 的去演 我反而是五四三二一就空白了 会紧张 太紧张了 好 所以为什么这个天生就是歌声很好 演艺圈里面在演戏也演得这么棒 但是还有实话告诉你 其实他不想演戏 你就知道人生的经历就是 不是你想要 就可以如你所愿 对 黄敬伟的精彩是在很年轻就走红 却又在健康上面亮起红灯的时候 几经波折 后面更精彩 爸爸 妈妈 照顾 陪伴 我的妈呀 我一定要跟你先来一杯再聊 我敬你 岁月亮的柠檬红茶 喝完这杯柠檬红茶 我们要好好地来聊一下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先跟季伟喝了这杯茶 我就知道那个酸酸的味道 甜甜的味道 那经过了人生几个历程 不知道季伟会不会觉得说 老天爷跟你开什么玩笑 明明在十几岁就让你可以唱歌唱得这么好 成为君中情人 却让你的人生亮起了红灯 然后又经历的照顾妈妈 还有健康的种种的问题 我先说 我先说 这个人生的滋味不是你可以料想得到 但我们今天准备这个柠檬红茶是有意思的 这是你最喜欢的一杯饮料 为什么 对 因为其实很好玩 刚开始柠檬红茶在我生命里面 只是一个很爱喝酸味道的一个女孩子 酸酸的喝 对对 后来我看电视才知道说 容易紧张肌肉紧张的人 他喝一点酸他可以放轻松 但是你到了一些咖啡厅里面 人家没有柠檬红茶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还觉得蛮神奇的 那服务生一来我就说 我要柠檬红茶 他就说 没有这个饮料 咖啡厅没有 那有没有红茶 他就说有 那可不可以放一些柠檬片 他说可能没有 我说那你们有没有柠檬汁 他说有 那你就一杯红茶 一杯柠檬汁 两杯帮我送过来就可以 到了咖啡厅 人家明明就没有这么一杯柠檬红茶 然后你会改变一个方法 没关系 我点一杯红茶 对对 其实这是一个自我改变 或者是让对方说这样也可以 对 那他们就会去反思 很多东西是可以变出来的 是不是 那想想酸甜苦辣 人生哪有那种 你想要什么味道 可以如你所想 就像饮料去调配 不可能嘛 百分比多少 对 如果用饮料来形容酸甜苦辣 所以你的人生 你觉得哪一个滋味 占的比重最多 我觉得快乐 快乐 那挺甜的咯 对 还蛮甜的咯 因为我爸爸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个性是快乐 他的痛苦 他通常不会表现出来 对 包括他生病的时候 他完全不会表现出来 你看他在吃那个标靶药的时候 不是一吃就会去拉好几次 然后我去山上找他的时候 他说 我说爸你去哪里 他说我后门跟人家吵架 去跟玩家 他说后门跟人家吵架 后门跟人家吵架 就是他去拉肚子 就像有的人拉肚子说 啊 我的小菊花 要吐 原来是这个后门跟人家吵架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他自己会变换一些新的东西 我就觉得我爸很好玩 你爸爸是一个个性乐天的人 像你刚刚讲 你个性可能像爸爸 所以甜的滋味是比较多 对 可是爸爸其实后来生病是小肠癌 是不是 对 小肠癌 对 我想先让大家来聊聊 其实你跟爸爸妈妈的相处 因为你是老大 对不对 我算是老大 可是他们在生我 他们是结婚七年才生我 那所以在之前他有去回南部的时候 看一个家庭很可怜 母亲好像种田嘛 那那个胸口已经弯到 粘到那个膝盖了 都站不直 每天做事 那孩子生下来 没有办法养 那我妈说 那就我抱回去养 那人家以前有这个说法 抱回来养以后 自己就很快就可以生自己的孩子了 对 然后你妈妈后面就咚咚咚生了几个 先生我 然后之后呢 再抱第二个 是男生 然后再生我弟弟 再生你弟弟 对 你妈妈好有爱哦 她很有爱心 可是其实 我记得那个时候 你们家实质上的生活 并没有太宽裕 即便你爸爸当初他们是 邦嘎地区算是有钱人的旺族 对 对 聊一下那个时候 在爸爸妈妈他们相处 他们的这段缘分好不好 那个旺族 妈妈嫁过来这边 哦 等好命啊 是不是 嫁到有钱人家来了 对啊 北港那边都哄嗓 哎呦 那个 那个许 许什么什么 然后嫁到台北啊 要好命啊 这样子 要好命啊 有好命啊 没有 不是旺旺族吗 对 因为她结婚进来之后 她是第一个结婚的 是 然后其他的阿伯 阿姑那些都还没有结婚 有的还在念书 我的妈呀 所以我妈妈嫁进去呢 叫全家的衣服 全家的饭 都她要煮 然后还要贴茶 然后姑姑呢 要吃这种 不可以加到别的味道 可是小姑呢 又想要吃别的 所以就这一锅煮完 然后洗干净之后 才能煮下一锅给她 所以她就好辛苦哦 这就以前唱的那首歌 做人的媳妇就知道你 对 晚晚去睡 早早去 对 这样子的家庭 尤其妈妈那时候 早年都很早就结婚 对 我记得季伟的妈妈 是19岁左右吧 差不多 差不多 而且你妈很漂亮 各位我真的是见过 方季伟的爸爸妈妈 我们真的是好朋友见过的 这两个人长得 那个五官之 所以阿尔是我的长辈 不要惹我 等一下我去后边跟她玩假哦 好 那其实爸爸妈妈 都长得算是 男的帅女的漂亮 妈妈以前还参加过 选美比赛 对 然后她说在西门町 好多外国人一直跟踪 就是要追我妈妈 妈妈个头又漂亮 又高 我妈说我不会讲英文 她没关系 就去 回来我就会 让你去学 她也不敢 她认为自己的身份 没有那么好 怎么会去高攀人家 她很害怕 包括她结婚之后 还是一堆人追 她说你的孩子都过来 我帮你照顾 真的假的 对啊 而且她的桃花 一直到七十几岁 Oh my god 对啊 去阳明山爬山 还是一堆人追她 因为 方季伟的妈妈 人看起来很温和 然后 就是漂亮就对了 就是漂漂亮亮的 在那里 然后够后想 后想就是笑笑的 这样子 对对 就觉得很好清净 对 我觉得这个特质 应该是会成为 人家很疼爱的媳妇 但是她嫁到这个望族里面 并没有想象的容易 因为上面的长辈 对 没有那么客气 对 你爸爸 还是心花怒放的 四处欢喜 对 怎么办 那小女生 根本就是很难 可以在这里 对 有一席之地 对 她好像完全没有 发炎的余地 开口讲一些什么话 马上就可能被揍了 她被打了 然后第一个 又生了女儿 这一定会被笑 没生一个男人 对 还没生的时候 就一说 七年了 这个都还不会生 对 我从小 都听我妈妈 在跟我讲她的故事 她还没讲完呢 我说妈妈 我累了 我睡觉 然后隔天早上 她说 我妈是连续剧 可以继续 马上先接下去 所以你也因为这样子 跟着妈妈 很贴近妈妈 但是妈妈等于是 想要把日子 过好一些的话 是要想办法 要有身材之道 对 家里不是望族吗 她为什么要想办法 去攒钱呢 她后来 我们就开瓦斯行 当时在万华 一个瓦斯牌 是很难得的 要牌才可以 对 我爸爸送瓦斯 再送到板桥去 综合 永和 你看一支牌 可以横画 这么多个县市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是因为 自己的朋友 把她给吃掉了 就好像一直开一些 比如说以前的支票 她不是手写 她们是用机器印的 所以就没有任何笔迹 所以就是我妈妈等于是负责人 她要负责 我 你妈妈要负责 对 她是欠债了 欠了好几千万 等一下 那是几十年前的几千万 对 我小时候 妈呀 那怎么办 对 所以就跟着她去卖麻油鸡 什么生意都做 我妈就是开始学 很多东西赶快赚钱 要还人家钱 甚至还到法院去 跟一些债主谈 就说因为不是我欠你们的 是被跑掉了 是 然后对方才愿意说 三成或两成还 那我们就开始 我到国中了嘛 那就跟着那个姐姐一起 卖槟榔 又卖红茶菊花绿豆汤 就能够帮家里维持都好 那晚上呢 就是从国小三年级就开始了 就开始唱歌了 小学三年 人家的小三是外面很 厚名的小三 方继伟的小三 是很凄惨的日子 就是要帮忙赚钱 但也佩服 你就有很好的歌喉 怎么会开启 让你去唱歌赚钱 这件事情呢 就是因为我叔叔 觉得我会唱歌 我说我怎么会唱歌 我不会啊 小时候怎么知道会唱歌 就是因为当时连续剧嘛 有在唱那个梨花泪啊 一里相思情 永远不后悔 这好老的歌哦 对对 那国小三年级刚好就在有这样的戏 那我就开始唱 一个月三千块那时候 很好耶 可是课业怎么办呢 就是 不学习不上课了吗 就唱完回家再写啊 因为下课后就开始准备好了 然后就开始去歌厅啊 去哪里跑 那你那时候经纪人是谁 就叔叔 我爸爸 你爸 爸爸 爸爸在后面收钱 所以他骑机车嘛 我就会抱着他的肚子 我说哇 我爸爸肚子很大 他说肚子还有一个哦 我记得 我记得你爸爸肚子 我那时候还摸摸他肚子 笑他说你跟他缘外的 就是有一点福气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爸爸本来是在瓦斯桶 送瓦斯的 对 然后你又可以在 唱歌这件事情上面贴补家用 对 有帮忙还债吗 钱就全部让我妈拿去还债 对 你的童年好压榨哦 我只觉得他们不要伤心就好 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他们两个 骑着机车到阳明山去哭的时候 我好舍不得 我心都酸死了 为什么知道欠了那么多钱 对不是他们欠的 但是却 因为帮那个支票 你给人家背书了嘛 对 就算你的了 我觉得那个 其实你很年轻的时候就走红 但是又在健康上亮起红灯的时候 你其实是不敢告诉爸爸妈妈的 对 然后爸爸妈妈是在爬山的时候知道说 什么 放弃的在开刀 哪有可能 我就不知道 你做人家爸爸 你当人家爸爸妈妈 你不知道 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你爸爸妈妈很错愕的 对 因为我回到家嘛 那我知道隔天可能要进医院了 晚上要进医院了 那我就跟我妈说 妈 如果有什么新闻都不要看 因为反正我们家也没有订报纸嘛 你先交代了 对 我就想说 我可能去哪里唱歌了 那新闻有什么都不要看 都不要相信 对 那他就乖乖的不相信 去爬山了 对 但是我弟弟在当兵你知道吗 他在左营当兵 竟然做梦 梦到我开刀 他就请假跑回来 姐姐发生什么事 我说正好 开刀要有亲人帮忙签名字 对 我就我在烦恼这事情 我说你跟我去找医生 结果他进去之后 他脸整个吓呆了出来 他就帮我签 因为他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 对 我也没跟他讲 我就怕他们担心 让医生跟他讲就好 可是他那一签下去 我看你爸妈要找他算账了 怎么你跟你姐姐一鼻孔出气 竟然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他才躲起来 看到我妈到医院的时候 他就躲在厕所 会不会爸爸妈妈也真的被你吓到了 你生病这件事情 对 他们的确吓到了 然后我的干妈也跑进来 他说 哎呀你怎么没讲啊 你怎么没让父母知道 让他们吓成这样 你知道你爸爸妈妈在外面 哭了多少卫生纸 可是他们进病房的时候说 哎呀你看瘦成这个样子 你想吃什么 我爸就问我 你想吃什么 那个蚌子手 说我是蚊子手 什么叫蚌子手 就是手太细了 他觉得我太瘦了 他说他回去煮饭给我吃 结果我妈妈竟然说 也在那边演双黄 就开始说 我嫁给你一辈子 你哪一次做一餐给我吃过 哎呦 就故意在那边 三的咧 三的咧 可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哭 但是那个亲情 我记得有一印象 在那个 聊到说你弟弟 其实在你刚手术出来的时候 一直要叫醒你 打你 打不醒 奇怪啊 你妈妈进来 对 叫你一下 对 你就醒了 对 你是刚好要醒 还是你弟弟打你 你不想醒 没有 完全不知道 他一直叫醒我嘛 医生说太久了 赶快叫醒他 他一直叫我就叫不醒 就我妈一来的时候 他吓到就躲在厕所去 我妈只是叫我医生 阿花 我就醒来了 怎么叫你阿花 阿花 阿花啦 对对 我叫叶春华 本名 各位 方姬韦是义名 对 还有一个本名 所以妈妈还是叫你阿花 对阿花我就醒来了 我说妈 这样 你不想让妈妈跟爸爸操心 是不是 对 所以让他们知道 对 爸爸妈妈也都有一些 高血压糖尿病的问题 是吗 对对 像我爸爸有糖尿病 是那时候 三高 我在 我开一家公司 那我都要他们过来 帮忙雇电 是 然后有一天 我上厕所发现 好多蚂蚁 我就说 爸爸 一定是你 你有糖尿病 然后我就逼着他去看医生 那结果真的是有糖尿病 这还真的是一个参考 没错 但是这个坏孩子呢 他是拿了药之后 再也没有吃过药了 你爸 他一颗都没吃 他就开始喝茶 喝茶 开始从食物里面 就是不喝肉汤 吃一点肉 吃一点饭 以前最喜欢吃饭嘛 饭吃太多 糖分会太高 对 他喜欢吃糯米 那个糖分也太高 所以他就会去慢慢试着他自己 就尽量多喝茶 有效吗 让自己成为解性 他认为 医生会打他吧 结果后来不是小肠癌吗 对 然后一检查 他说 你四年前来拿过糖尿病的药 你哪都没吃 那你不会觉得头晕或怎么样 他说完全没有 那他体质也奇怪 对 所以他更觉得 我好像没事 就是要自我感觉良好 对 没有病适感 是 可是这样子四年时间过去 当你知道小肠癌的时候 恐怕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了 那时候他是整个下腹在痛 然后去阳明山嘛 然后他痛到整个脸是发青 然后急着要那个到医院嘛 到最后踩刹车 差一点撞到那个急诊室 然后就赶快人家把他带下来 一检查 他说肚子 肠子有长一颗像棒球这么大 可是等要开刀的时候 开七个小时 出来是一桶 原来全部都被其他肠子盖住了 我说你的肚子根本就不是要生孩子 是生一个篮球出来 因为我就看到切出来 哇 像篮球这么大 我吓死了 不要以为你是胖 对 你是有肿瘤在里边 可是在开刀之前 不是要送 因为他坐轮椅嘛 不能走了嘛 我就带他去检查 可是呢 只有我跟他的时候 他突然间说 阿威亚我跟你说 万一是坏的肿瘤 就不要理我了 万一好的时候再救我 那时候我就开始要流眼泪了 因为他第一次跟我讲这么语重心长的话 而且在交代你一些事情 对 你怎么回他 我就说不会啊 我在你怎么可能会不好 好好气哦 我一定要这么讲 我在你怎么可能会不好 从小我都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因为他说你不结婚 你怎么知道父母的心 我就说 那你们两个当我的孩子嘛 那我就知道父母心 换你当妈妈 来照顾他们 对 所以你没有结婚 未婚一直是到爸爸妈妈离世之前 对你最大的 不放心跟担忧吗 我其实不会担忧这事情 我说他们 他们啊 他们一定会担忧 他们后期不太担忧了 说也不好放弃 不是 因为他说你都不结婚 我就说 那我就反过来问他嘛 我说从以前追我的 还有找你们要提亲的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他就说 哎呀 有时候没一个好的 不可能啊 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很喜欢方济伟啊 因为他知道我从小就比较直 然后比较呆 那一定会跟他一模一样 我说等我嫁掉 你才来担心我的后半辈子 那你会多担心 对 或许很多的父母 现在也可以用这个角度去想一想 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嘛 对 他如果结婚呢 你可能还有 担忧不完啦 嫁得好不好 生了小孩会不会很麻烦 那如果一个人 好像也有一个人的 好跟不好 也没有办法绝对说 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做不好 所以也许 你就是把你自己过得好好的 爸爸妈妈大概也就不会这么担心你 对啊 就像我妈妈还没走之前 然后刚好我到美国去演出 Las Vegas 然后他们总裁要追我 然后呢 我就给我妈看照片 妈 你看这个 她要追我 刚离婚 有个小孩 她说 这个不要 钱都被老婆拿走了 哦 那个 分手的时候 那我就跟经纪人讲说 要相信妈妈的话 妈妈的话绝对是喂孩子 算是真的 后来没多久 的确真的耶 那也就是缘分也没到那里 不过 爸爸一场疾病来得很快 其实 都跟他长期累积下来的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是有关系 可是他这么皮 叫他吃药他就不吃 即使是开了七个小时的刀 切出来一桶这样子的肿瘤 他有变乖吗 好好照顾自己 好好吃药了吗 第一次开到出来 有变乖 第一次 因为他 手术房出来 身体非常的冰 然后呢 他就一直发抖发抖发抖 还没有清醒 然后我就亲他 那个退麻药的时候会冷 对对 我就亲他额头 乖妈妈疼你 然后他看了我一下 因为他跟他母亲 就是一直有一些那个 他的母亲非常的规矩 就是我妈妈 非常的规矩 不喜欢嘻嘻笑笑的 那样的孩子 所以他就对一个双子座 我觉得他太爱玩了 没听到 就连生日都不愿意让我爸参加 对 所以我爸就会觉得我到底做错哪里 你为什么只疼二哥不疼我 只疼大姑小姑都不疼我 他觉得你调皮啊 对所以他在开完刀的时候 我亲他那我当你妈妈 然后我亲他 他吓一跳就看着我 对因为我要让他感觉有母亲疼 那你要他吃药 他会乖乖吃药 我就说要吃药了 他说女儿不是吃药 是吃糖 吃糖 你爸爸真可爱 他就有吃糖 但是其实在照顾的时候 在医院跟开完手术之后 他都有一些生活 生理上需要协助的地方 对 顺利吗 因为很多男生其实 你知道毕竟性别不一样 对 就会觉得说我不想让女儿来照顾我 或者有的妈妈 其实是不想让儿子去帮他 去整理他的身体这些 对 你怎么亲近爸爸 然后去照顾他这些细节 我妈妈帮他清理 比如说他突然间 拉出来在裤子上面的 或者是那个床垫 整个脏了 都在我睡醒之前 我妈妈都去处理好 他不想让我看到他不好看的地方 对 那也不愿意穿那个尿布 你知道吗 为什么不要 他就是不愿意 他觉得丢脸 对 他觉得男生这样子 啊 这是没有用的人 后来爸爸走了以后 妈妈身体状况也开始 有了一些不一样 因为见到他们两个都在斗嘴 有人吵架 对 我们对爸爸好一点的时候 妈妈就开始挖他以前 年轻的时候多哗什么什么的 那我爸就气了要是 两个就在那边骂骂骂 可是爸爸一走 我妈妈刚开始呢 就对了空气 还有墙壁 开始骂爸爸 你好狠 从年轻就欺负我到老 现在还放着我自己走 就一直骂 抱怨 你丢下我一个人 对 但是我妈妈看到我的时候 会跟我讲 为什么你们都梦到爸爸 我都梦不到 我说你太凶啊 然后后来没多久 他又开始 你爸爸对我真的很好 他又开始对墙壁讲话 两个在聊天 对 那个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状况吗 不是情绪先泻而已吗 因为妈妈后来是失职嘛 因为这是一个想念 所以跟他这个疾病 是没有关系的 有 有连带关系 很前期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开始有忧郁症了 对 他有什么 怎么样的行为 去只让你觉得 有怀疑说 情绪有点不对哦 他常常会忘记 关那个瓦斯 这很危险 所以后来他就跟我讲 那以后我就用电锅煮 我不在的话 用电锅煮 是 他说这样跳起来 他有吃每吃 也都是在那一锅 比较不危险 结果呢 他呢 拿到的什么东西 都往嘴里塞 他就认为说 这是我买给他的健康食品 天哪 他把那个洗厕所的 这样一口下去 整个嘴巴灼伤 然后 哇 我心疼得要死 后来呢 他又洗洗澡的时候 突然间热水太烫 我们都已经调好的温度 对 怎么那一天太烫 他这样一淋上去 整个这边的皮都不见了 好痛死 胸口一下 皮都不见了 每天说 好痛好痛 人生好苦好苦 真的很痛吗 因为他已经心不在焉了 他不知道 哦 所以一些很奇怪的现象都出现 我带他出门 他就说 我觉得后面那一台车 跟踪我们 他就开始怀疑了 他是会有一些妄想出来的吗 对 Oh my god 对 然后后来 因为我也常常去练瑜伽 我都会带他去 然后有一天他说 他到半夜呢 悬崖很高 然后我说 换半夜吃高悬崖的药 为什么半夜还很高呢 他说就是头很晕 所以常急诊嘛 血压高会晕 对 后来医生就说 他有中毒忧郁了 因为他走进来 脚是好像怕跌倒 因为他爬楼梯的时候 也常摔倒 可是他的手很有力量 他就抓住那个楼梯 旁边那个杆子 他手呢又拉伤 所以种种的很多东西 旁边都要有人跟着 那爸爸妈妈是我们的靠山 当爸爸生病倒下来 然后山倒了 然后妈妈开始出现这么多的 可能是像是妄想啊 然后情绪有这么大的起伏 甚至生活能力上 也让你觉得不安心的时候 对 你不会觉得很崩溃吗 而且他性格一下子变了这么多 对 然后我就会交代 那个养的那个弟弟 因为他在家里做财部嘛 所以他不会乱跑 我就说妈妈先放你这里 我去演唱个几天再回来 因为我会去大陆演出 或者美国这样 跑来跑去 我只要要出去工作 我就跟他们讲 说你照顾那个钱再跟我拿 对 你照顾那个钱要再跟你拿 就是 他帮我照顾 因为 有些是家庭比较辛苦 是 他可能没有办法支付过多 是 我也不想他们会念念念嘛 那妈妈比较敢用我的钱是 你要多少我都给你 对 那他就会觉得安心 老的时候安心 是 不怕没有钱 是 对 所以你会觉得 你很照顾你的手足 很担心他们经济上不够欢愈 对 即便是稍微喘息服务一下 请他们帮忙 接一段时间的接把手 你也会把应该要有的钱 要给他们 让他不会觉得是做白工 还会带他们去吃饭 那请问你 你照顾爸爸妈妈谁给你钱 我自己会赚钱 靠自己赚钱就对了 那我觉得在 妈妈这样倒下来的时候 情绪一定有很大的变化 妈妈也会跟你讲一些 很消极的话 我不要玩 我谢谢也好 我不要活 会跟你讲这种话吗 对啊 刚开始会天天讲嘛 天天讲 那你就觉得说 天啊 我真的没办法 顺手无策 后来有一天 因为我太累了 也压力很大 我就说 那我也不想活了 然后我妈妈听到这句话 突然间清醒了 打电话跟弟弟说 你要小心 小心你姐姐哦 不要让他想不开 他反而会担心我耶 这招是不是可以教大家 可以类似这种方法 就是让他知道我有困难 他才会觉得他有责任 他可以想 他会想帮你解决 我也碰到过这样子的难处 因为我妈照顾很久的 在卧床 她会手指头比这样子 弯起来 要死乔乔这样子 然后我都要叫他 不要这样想 不要这样想 后来我就换了一个方法 否定他想要做的事情 好像我没有办法安抚他 对 我就换了一个方法说 哦妈妈 我也帮你祷告哦 我也帮你祝福哦 那你希望你在睡梦之中啊 然后主耶稣就带你去了 这样你就上天堂了 我反而不否定他说 你不要比这样子 你不要讲死 我换一个方法跟他讲 他就给我点头了 那对我来讲就觉得 今天先过关 明天又again 又再一次 会不会觉得我们要 先过这一关再说 对对对 要不然我眼前 我过不了这一关啊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妈是天平座 他不是随时就可以 被你的话语带走 比如他在讲悲伤的事情 我就说 哎妈 你等一下想吃什么 他说 休旦耶 我刚刚讲到哪里 这有机可循 那个你妈妈跟你讲故事 今天讲完睡着了 明天还问你说 昨天讲到哪里 还可以接续下去 他就记忆力非常好嘛 哎呦 我常常是会在不愉快当中 会以前啊 引导我妈妈情绪 我会有点像红小孩一样 转移一个话题 对 他很容易就被我带着走 成功 对 那你妈妈不好骗 不好骗 不好骗 对 所以他就说 我就害怕你一个人啊 不然我早就跟你爸走了 都会讲这些话 他说他人生根本就是没有用 其实他是忧郁 你没有办法想到 忧郁他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 其实我很讨厌长辈讲这种话 对 我谢谢就好啊 可是后来我是看到红兰教授 他在讲那个脑 脑怎么样 我们比如说眼睛啊 鼻子后面啊 那个脑的发育 他是判断那个是非对错 对 他是最晚发育 但是最早老化 所以小孩子到20岁 他才会发育成功 是 所以小孩子你说 不可以这样做 不可以这样做 他好 那他继续打同学 继续说对不起 打他在对不起 你知道吗 他没办法控制 他为什么想到不能做 等到20岁 他会判断才知道说 不可以去欺负人家 可是他们到五六十岁的时候 也是最快 最快就是已经退化了 我就想到 我妈妈年轻的时候 很会隐忍 从来不敢去说别人的坏话 可是呢 怎么现在就一针见血的讲 我说妈你不要这样讲 我一买衣服 那丑得要死 我就说 你等一下会被人家吐口水 一奶罩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讲话太直 我讲的都是实话 为什么不能讲 他觉得我是实话 为什么你要我还得要包装一下 还要转一个弯 因为分辨是非对错的 那个已经退化了 所以他少了这个防护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一针见血 所以就不是他们的错 也不是小朋友的错 他本来就是慢慢学习 慢慢学习 做错重新再来 要给他们机会 所以他是一种老话 而不是他拍到丁 或者是故意要找你的麻烦 对 那如果你理解这样子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你就要换一个方法 像你转移注意力 你妈妈没有办法跟着你转了 那怎么办 后来他开始 医生说重度忧郁 需要吃那个千优解 他说吃的时候 他可能会变成那个 从忧郁症开始 很快速的会痴呆 他吃了当天 他就整个人呆呆地坐着 动作也慢 没有反应 他说我怎么那么想睡 但是又睡不着 我说我要去练鱼家 要不要跟我去 他说好啊 他就跟着我去 一到现场的时候 这里是哪里 他忘了 我就说 你要不要上厕所 好啊 糟糕 厕所在哪里 我怎么忘记 我说我也常常忘记 怎么办 那我手牵手一起去上厕所 我就带他去 就跟他玩 很多人都说 妈妈假的 我跟我弟说 怎么会是假的 你看 我带他去阳明山 他就走路这么大步 可是现在演给你看 故意走小步 医生说不是 不可能 去阳明山 他觉得氧气够 他想起了以前 很快乐的时光 他就会 很大步的走 老人家循环 时好时坏嘛 他没有完整的 他当然 有时候会很开心 有时候又不好 可是他永远记得 保护我 你知道吗 我干妈打电话来 只是跟他开个玩笑 说 阿华这么久不见 然后也没联络 是不是不认识 我这个干妈了 我妈就说 你是谁 我的女人很忙 他就挂了电话 请问这个时候 他是 他为了保护我 他认为我不能 被人家伤害 然后我带他去洗头 刚刚有人打电话 很大声很大声 我妈就说 是谁 卖菜 点位挂掉 他第一时间都会保护我 我演唱还带他去 甚至我歌友会的时候 我也带他去 我的生日会 我带他去的时候 因为他的内心是 我以前开完刀 发生的事情 然后被公司欺负的事情 他过不去 可是呢 我带他去的时候 歌迷人拿那个大炮 他帮我拍 他说 今天这么多记者 我说对啊 对啊 我就骗他 对啊 对啊 他说 记者 那站好 要拍哦 忧郁症的时候 还会跟你讲 要站好 原来他担心 你好多事情 但是他怕讲了 你会伤心 可是在某一些时候 他就会展现出来 他还是要你美美的 对 他还知道 那个是记者 对 而且我今天穿的是 他最不喜欢的裤子 他不是说 哪有裤装 低到膝盖 他喜欢我穿 乖乖的裤子那种 有一阵子有流行 像这样的裤子 妈妈 你不知道那个是 fashion吗 那个是流行 照顾爸爸妈妈 其实前前后后 拉的时间蛮长的 有多久 一二十年有没有 二十年 从小到大吧 哦 那就不止了 我很害怕 我嫁掉 他们会很痛苦 后来拍了 慈禁的戏 刚好也是在讲这个 那个女儿呢 嫁出去 家里家道中落 那发生的事情 跟我妈妈一模一样 Oh my god 对 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我希望 他把那个苦吐出来 我就说 妈 我拍了这个戏 你好伟大 然后他就觉得 他被认可了 不然以前 他只要骂什么的时候 我就说 哦 上次你听过了 我讲一遍给你听 讲完了之后 他就受伤了 嗯 原来我讲很多 可是这么长的时间 在照顾爸爸妈妈妈 你不会觉得说 你没有人可以帮你 分担 或者是说 为什么就是 你必须要承担这么多 为什么照顾妈妈 唯一就是 爸爸跟妈妈 都是你的责任 事实上 你还有其他的手足 当然 也有事实任养的 嗯 可是一样啊 那父母养你的时候 也是付出这么多 可是扛起责任是你 对 因为我在我们家 是古董嘛 古董 你知道吗 他们呢 就是十七八岁 就嫁了 娶了 都各自有自己的家庭 那他们烦恼的事情也多 对 要他们过来 负责照顾探难 你很能体谅他们 我觉得很多人 是没办法的 因为从小都是 我带他们 我管你家怎么样 我管你们家怎么样 那父母你 没有生理吗 没有养你们吗 你们没有责任吗 认真讲是这样子 摊在台面讲也是啊 是 合情合理 你们应该要 比例上也应该要 来分担一些啊 是 但是他们在忙 就没有办法 那你不忙吗 很好笑 我很忙 但是我会请几个 还在台北市的 我就请他们帮我带 对 所以 他有一次好像 没有时间带 他我就说 那你如果下来走路 小心哦 那不然你在 Seven那边坐着 他坐在那边 就有人 骗他钱 全部那个菜市场的人 都跟我讲 你小心 你妈妈被那个 夫妻骗钱 那我就说 妈 你被他骗钱 因为他陪我聊天 我给他三百块 坐台费 人家要的 还是他自己给的 他自己给的 后来我就跟他说 以后你说 钱都在我这里 不能给 他就告诉别人说 我的钱都被我女儿管住了 以后没有钱了 不是不能给那三百块 我怕如果说 这个一传出去的话 不得了 有人排队 要来跟他聊天 有很多很多三百块 可以发出去 对不对 方继维从事演艺工作 这样前前后 算起来不得了 几十年了 就好年轻到现在 对啊 唱歌 我小三年级 唱到高中毕业 然后先进去唱片公司 是 对 然后后来 因为生病的关系 到一个段 其实这几年 还是有唱歌啊 对 大家还是很喜欢 方继维的歌声啊 本来大家都想说 妈妈走之后 那个小孩 我的小名码 小孩不知道会怎么办 我就说我忙的了 妈妈可能担心我一个人 就让我好忙好忙 演唱 我要办演唱会 又有那个新歌发表 就一直忙忙忙 然后电视台邀约 那好多地方跑来跑去 就没有时间难过 没有时间去回忆这些事 但是 我的内心是回忆的 我说妈 现在我要上去唱歌 你乖乖坐在这里 我都是用讲的 然后记得 我有两个椅子 自己去选好 看你喜欢坐哪里 就可以看到我唱歌 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跟她讲 我不觉得她离开很远 总觉得她精神 一直在你身边 那你就用这个 跟她对话 或者拿那个相片 对 然后出国说 我们要出国 就很好玩 我妹妹 她在那个 恒村那里 打电话说 姐 我昨天做梦 妈妈说 走走走 你姐要出国了 赶快帮我准备行李 那我就觉得 怎么 有这么巧的事情 我就觉得 好安慰 表示你真的有跟来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方继维在回忆 她爸爸妈妈的 那种情感上 然后可以透过照片 在演唱的时候 或者到什么地方 可以带着唱片 觉得他们在你身边 可是我们讲到照顾者 真实的来说 照顾在后期的时候 是要花最多 时间精力跟金钱的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暂时 先聊到这里 后面我们还有机会 要再来跟方秀 来聊聊 因为当爸爸妈妈 需要照顾的时候 你自己有这么忙碌 手足能够协助的部分 并不多 那你怎么去调试 你自己 跟爸爸妈妈 不在你身边之后 你的生活 已经没有这个 两个老人 这大数 可以依靠的时候 那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再聊 来 我再敬礼 谢谢 我们的柠檬红茶 下次再聊 今天非常谢谢方继维 和大家聊到了 他人生当中的歌手身份 还有演艺人生 照顾爸爸妈妈 辛苦的路 其实他完全没有怨恨 也没有抱怨 所以我想 不是每个人 能够做到这么好 但是还是有个方法 可以学习的 下一次我们要继续 再跟继维来聊一聊 爸爸妈妈不在之后 他人生有什么样的转变 做了什么样的调试呢 也请大家不要忘了哦 赶快邀请很多的朋友 帮我们按下订阅按钮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欣赏我们的节目 在Apple Podcast的节目 评分和留言里面 给我们更多的建议 还有鼓励 节目资讯栏的地方 也可以找到 语音留言信箱 对节目的看法想法 都可以告诉我们 下次有机会 也会在节目当中 回复大家哦 谢谢大家 先来一杯 我们再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照顾的漫漫长路上 正成集团支持伊甸基金会 一起凝聚陪伴的力量 期待能够借由经验的倾听与诉说 彼此相互理解陪伴 无论是谁 都能够重新整理 并好好对待自己